請各位慶祝就座 您的手低觀低或調成震動 謝謝 沒有人告訴我 但是我就準確開始 要不然大家會快樂的聊天 一直聊到十二點 那就可惜了 為什麼會可惜 我昨天晚上還不惜安慰 我回到家早上四點 我一直在考慮早上八點 要不要弄一個鬧鐘 起來給總統黨打個電話 和我現在來不了 但是如果今天平時沒有來 因為是五行的關係 我的好朋友 蘇琪因為對外講 我們要尊重父親的時候 他年紀大了 不能這麼高了 我就不願意他講這個話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來了 而且本時到 還要待到中午才能走 我很榮幸擔任今天這個主持人 主持人本來最應該想要講 不過我現在我一部分的話想要講 剛剛記得拿著錄音機叫我講 我等一下等等 等我等一下講 我不會講太大 萬一講了 就在用力運緣的時間 你看他都做了一次 你看他 老朋友啊 一起打聽的 我想講 大家都不會忽略地球 不停的在運轉 就在地球運轉的時候 距離在變動 沒有一刻不在變 轉的速度是一樣的 自己變動的幅度和速度 常常超過我們的力量 所以我們不能不瞭解 我覺得像今天這個題目 變動中的兩岸心理 一定會變啊 會變成什麼樣 我非常尊敬朱起雄 他所領導的台北論壇 在兩岸之間 甚至於在台灣本地 發揮了前所未見的功能 以前沒有這樣的聚會 以前在公開裡面演講 我只要載 黎月一定跑掉 他躲起來 他不敢來 但是 我現在也差不多 我紅下還好 紅下還好 那麼 但是 在變動中 我要講一句話 我覺得唯一的共識 我也在外面做一個比較 大概是兩岸之間的和平啊 不少台灣地區的民眾 心情越來越高 你問他兩岸之間 會不會有武裝衝突 十年十五年以前的看法 跟現在 和他去預測十五年二十年以後的兩岸關係一樣 他對武裝衝突的可能性 他有信心 他認為降低 不太可能會打仗 如果真的不太可能會打仗 為什麼我們今天題目 還是講和平變動中的兩岸心局 為什麼還是要用和平為題目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 到底怎麼走 我覺得我今天是大致看了一下 雖然 我實在是時間不多 但是我看到 在其中今天一位先生的報告裡面 應該是農工兄 他有一個報告觀察 他說台灣民眾啊 中國認同日減 台灣認同日增 在第四個頁上 各位如果要看看 那 在這個 大陸來的報告當中 也提到 一句話 台灣有關政治勢力 短向固守 事實台獨的趨勢 日益明顯 De facto 台獨 日益明顯 這兩個看法 不約而同 對台灣民眾的民意走向 有了他的觀察 這兩個看法 就是我們談 兩岸心局在和平的未來下 到底有沒有受到衝突 如果和平沒問題 為什麼我們老是放心 所以我們自己 可以想一想 最近我在高熙君教授的一篇文章上 文章上 看到 一個小故事 年輕人很流行的 在座大會中的年輕人 我想可能聽過了 但我還是說一下 原來的大陸的朋友 不曉得這個故事 所以故事開始是說 美國人 不管你有沒有跟他打仗 想不想打他 他也可能會打你 利比亞打過美國沒有 阿富汗打過美國沒有 甚至你越來 有沒有跑到美國去打美 都發生了 還有很多例子啦 一次講不完 美國人你不要打他 他可能會打你 他認為這世界可以打你 中國 你不要打他 還有一個紅線 你跨越了紅線打他 他一定打你 絕無脆量的一地 這是這個小故事 高級軍講 日本人如果你打他 他會向美國人打你 朝鮮 北韓 如果你打他 他就打南韓 白石不打 要打北韓他就打南韓 搞得美國日本緊張得要死 台灣你不用打 因為我們自己 內鬥方兄為愛 一個人打得很兇 全世界發展的列車在快跑 我們還在車道外頭打架 還沒決定怎麼樣上車 這個感想 高普雷兄最深 我都不要了 你不講我都知道 所以從這個故事看起來 我們將來的未來 為什麼大家在擔心 有這些官場 尤其是台灣定期有選舉 選舉以後的政策走向 會不會發生變化 大家都希望 不要傷害到 基本的大原則 這個故事 希望在和平的情況底下 兩岸要繼續良性的發展 所以蘇起雄還安排了連結一下子他 這個意思就是 這一代骨城 下一代續航 和平一定要維持 那我最後要講一句話 剛才記得 其實我覺得力有未盡 多講一句話 是我心裡的想法 台灣現在 融造在一種 對立爭議的狀態之中 一種叫仇宗 反正是跟大陸在一起 都是不好 從頭避法 一種 但是你跟他不一樣 他就叫你親中 所以是仇宗對親中的爭議與對立 我自己跑了西安崗回來 我對於大陸的變化經濟發展 我自己也是國際關係的專家 跟兩位學者 也不是專家不敢講 學國際關係學了一輩子 全世界的變化也驚人 全球的變局 會讓你十分不熟悉 你們在座的各位先生 手機出了問題 音響出了問題 電腦出了問題 第一個叫的是誰 兒子啊 兒子你看看 我的手機出什麼問題 我的電腦出什麼問題 對不對 那個兒子找你的 是在找人過去啦 下一代也不要怕 和了解 是我們不了解 但是我們應該 就為他一個 投中和軍中爭議對立的 這種觀念嗎 我跑了全世界 大家都講究竟 我印象最正在新加坡開會 新加坡建國五十多年的論壇 三百多人 都寫各國的領袖 包括總統都去了 部長都去了 大陸也去了不少人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中國到底要不要和平啊 南東海的問題 南中國海的問題 中國語會學者講 他說你想一想好不好 我們搞一帶一路 上面是陸路 下面是海路 走東南亞出去 到印度到東東 一直到歐洲 我們搞亞投行 做基礎建設 我們推動國豪論壇 有多少年了 我們不是最希望 南東海和平的嗎 南東海如果失去和平 受傷最大的是誰 是中國的經濟發展 但是你們還要懷疑 他說我告訴你們 我們真希望南中國海 不要擦槍中國 所以我個人的想法 與其在仇中和親中都先打斷 我自己的幾個月 親身了解 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和中 和平的和 大目標和合中 進程的目標 是合作的和 和平的和跟合作的和 沒有人比你怎麼樣合中 但是合作是原則 和平是不能放棄的大方向 與其親中和仇中 讓我們下一代開始想 和中和合中 合作和和平 好 主持人不能再講太多 我今天很榮幸 有我們四位非常優秀的專家學者 大概都是在兩岸事務上耕耘火神的好朋友 來參加今天的論壇 我先一起介紹 第一位是我的好朋友 張榮公建成 他常見的 原來是兩岸事務 原來是兩岸事務 現在也是媒體人 沒有放棄過對兩岸事務的興趣 與顏安林先生研究員 沙海國際問題 大家知道 沙海的國際問題研究所 和台灣研究所 大概是大陸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研究機構的二 我們很榮幸 安林兄今天也參加這個論壇 我的好朋友 李應元先生 你好 兩岸好很多 對兩岸非常了解 我是深刻的期望他也能夠接受我們 不要投中和軍中的二分 而是河中和河中 對不對 河中還有共機也不錯 哪個能辨 然後最後一位是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教授 也是副所長 副所長是王英金教授 我們有一個小時 我們要給每一位 十分鐘好不好 十五分鐘可以 十五分鐘可以 那就全部講完了 十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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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他就很合理 你十五分鐘就沒有人問了 好不好 那還是到這個順序 如果大家不介意 龍功兄先來了 十分鐘嗎 謝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主持小師啊 還有三位男人 各位在座的專家學長 那麼就由我 先跟各位做一點報告 好 當前兩岸關係主義 新的節點上 這是習近平總主席 上個月 會見朱立倫主席的時候說的 因為我想大家心裡知道 如果說下一次還有國共兩黨黨委會面的時候 就是台灣疫情經過的大學 所以這個節點是非常重要 就在現在這個時刻 那從2008年以來 和平發展是兩岸關係的最大的標準 如果說以前民進黨是這個時候 使用更多的詞叫做和平文力 那不管是和平發展和平文力 重點就是和平的標準 非常地清潔 因此儘管這幾年 國民黨政府的大陸政策 確實有一些爭議 但是我們看最近環境的總統 非常自豪地來講 這幾年兩岸關係的成果 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 蔡英雄主席提出說 要維持兩岸現狀 換句話說 這個現狀是值得維持的 不值得維持就要推翻 意思是值得維持 那值得維持當然有很多方面 不過我們看到蔡英雄主席提出到和平 提到了穩定 也提到了發展 那這個就是說 這幾年兩岸關係的標準 就是大家最歡迎 如何達到和平穩定發展 我想國外兩個途徑 一個交流 一個協商 但是交流 就算在兩岸當局之間 沒有協商的時候 其實教理是在成立的 兩岸關係本來就從明天交流開始 因此我覺得 最關鍵的還是在協商 那這個協商 我們看到2008年以來是持續性的 兩會首長協商 然後包括過去一年多來 在兩岸事務首長的溝通機制 這個在過去不可想像 1998年十六五年 不是我先生去到路 孤光兩位老先生 一輩子就見過兩次面 93年代就98年 可是現在兩會首長的見面 無期期數 我看那個不管是江城兩位 或者現在林城兩位 幾乎每個月都在見面 那更不用說 陸爾會主委跟國外部主委 在見面 因此我覺得最重要 還是在這個協商 這是超過交流 而能夠達到和平穩定發展 那麼 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美國是不斷地在肯定發展 一再發出希望兩岸持續的對話 我記得2005年 我裴田正主席去到了美國之後 美國一再表示歡迎這種對話 但是更希望大陸和台灣的民選政府對話 所以我覺得協商是關鍵的 但是 現在所謂維持兩岸現狀 可是 國民黨所看的兩岸現狀 可能跟民進黨所看的兩岸現狀 是不一樣的 因為 國民黨認為兩岸關係的政治領委 是非國有的關係 那麼這變成是將來 台灣要面臨大學的時候 一個很重大的議題 過去幾年 儘管兩岸關係 基本上大家都認識 可是國民黨政府已經變化 請忠賣台 主權流失 那麼現在要維持兩岸現狀 是不是請忠賣台主權流失 一筆勾銷 如果不是 那麼哪些是請忠賣台 哪些是主權流失 要如何去解釋它 蔡英文主席提到說 要這個 最優先鞏入國家主權 那麼在這種概念之下 如何解釋過去的協議 還是就算是請忠賣台主權流失 也是全部概括採受的 那這個都是在未來幾個月 台灣民眾是必須要去瞭解的事情 那麼現在我們看到綠營跟紅營之間 因為在兩岸關係的思想上落差或降大 那麼現在因為藍在中間作為一個緩衝 如果抽離了藍作為緩衝 未來是一個什麼狀態 我相信是大家心中非常關注的一些事情 那麼兩岸關係的回復發展 現在雙方兩岸當局認為是有一個政治基礎 這個基礎是九二共識團隊的 國共兩岸也好 兩岸當局也好 都是如此 剛才高文雲先生解釋過了 九二共識是兩岸當局之間的事情 大陸最新的表態 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就是 基礎不老 異動三搖 還有他又說 要珍惜這些十年來 由濱臨戰爭邊緣變為惡 這個濱臨戰爭邊緣在過去也是比較少見的一詞 那我想他發出的事 幸好是相當的明顯 所以呢 過去這幾個月來 我們看到去年蔡英文主席曾經說 民進黨如果在九合一選舉中獲勝 那麼大陸也會朝民進黨的方向來挑戰 大陸調整的 美國就沒有辦法說 看來我真情形不是這樣 那麼民進黨跟共產黨之間的距離如何拉近 如何回復兩岸合併 只是不挑釁大陸足不足以繼續維持兩岸協商 那可能是大家非常關注的事情 那我個人是非常懷疑的態度 現在台灣一次又一次的選舉 中華民國確實成為台灣民眾心中最大的投入 但是對於中華民國的類似 恐怕看法難力有明顯的影響 用一句陳學編早期說的話 1949年以前中華民國確實到了 1949年到大陸 以後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 中華民國就是台灣人 可是按照我們現在的現況就不是這樣 它一個關於固有領土的規定 一個關於現在的定位是國家與你前 而這樣的定位其實在兩岸 維持兩岸關係會不會發展 是非常關鍵的 換句話說 按照兩岸各自的規定 其實兩岸主權重裂 治權共主 那麼如何定位兩岸關係 如何看待中華民國 我認為對於未來的兩岸關係 也是足以關鍵意味的 也就是說 我們要讓中華民國 這個台灣民眾最大的公約數 成為兩岸關係的制裁 但是什麼角度的中華民國 確實非常重要 如果按照現行憲法 其實對於九二共識也好 反對台中也好 一定都用不著去擔心 那麼最後我談到 台灣民眾確實根據各種明亮 中國認同意見 台灣認同日爭 而且還有兩岸關係的傾向 那這種趨勢呢 跟大陸所呼籲的民族認同 文化認同 國家認同 乃至於心靈幾何 其實好像距離也是蠻長的 另外一方面 台灣民眾還現實 主張統一 主張無一 都是極少數 主張維持現狀者 各種維持現狀者 和統一意志 其實距離也是很大的 那麼這種情形 陳族武瑞澤先生對台灣的建議 不要讓大陸產生兩岸統一的大門 永遠關閉的影響 因為一旦產生這種印象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要破門而入這種主張維持現狀 因此胡瑞澤先生這個建議 跟台灣現在的民意 同樣也有落差 所以就決定 我們未來如何維持兩岸關係和發展 台灣執政者的智慧非常重要 同時如何回應國際的期待 兩岸除了交流之外 繼續的協殺 這也是需要方法 另外大陸對台政策的耐心和信心 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大陸實習耐心 實習信心 那可能還有幾次 也就不會那麼容易處理 以上是我的報告介紹給各位 謝謝 我們繼續去我們 也一天在安寧兄 我們上海國際務協議 右手臂 右援 好 這個謝謝 主席 吳沃副董事長 感謝 台北冷台基金會的邀請 還有銀山大學 兩岸研究中心的邀請 讓我來參加今天的這樣一個 研討會 那麼會議 已經給會議提交了一份 你關台海兩岸關係的回合 前站的非常短的一個小文章 那麼我想還是不要再念 拋開這個文章 長一點我對 七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幾點觀察 因為我覺得 08年5月兩岸關係走上 和平發展的軌道以來 應該說這七年來的發展 是比較平順的 但是從去年開始 尤其是台灣的反復貿易 發生以後 人們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看法 產生一點分歧 甚至不少人 我覺得在我的看法是 認為陷入了認知上的某種疑似 所以我想我提出我自己的八點觀察 跟大家交流 第一點觀察 兩岸關係和台灣社會之間的互動 應該是愈來愈來慶 我想這是跟七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與兩岸關係的巨大成就有關係 所以由此產生的一個結果 應該說是台灣經濟社會的發展 是更加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 應該說 兩岸大概沒有多少人會否認 這七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成績 尤其是這個七年和從49到2008年 這前60年相比 應該說這個變化是翻天覆地的 無論是兩岸的經濟關係 社會關係 乃至於政治上的一個關係 應該說都是取得了以前難以想像的變化 同時 台灣政治社會的變化 對兩岸關係產生的影響 我覺得是依然虛大 包括我前面談到的太陽花運動 包括台灣周期性的選舉 應該說都是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那麼剛才包括我們隆功先生 談到的這個習近平提出的 目前出於兩岸關係出一個 新的重要基點的這麼一個論點 我覺得恐怕是跟 還有236天在進行的 台灣的二合一選舉是有關係的 也就是說 因為二合一選舉的不同的前景 可能對 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提出了一個 往何處去的這麼一個大的問題 那我的第二點觀察 就是兩岸關係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 是因為兩岸雙方達成了共同的政治基礎 也就是說兩岸政政黨就達成了堅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這樣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 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共同的政治基礎 或者說這個共同的政治基礎被動搖 那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可能就面臨到一些挑戰 甚至威脅 我個人我是覺得蔡英文女士提出的 維持現代的這個說法 我覺得應該從民進黨的論述來說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調整 或者說是有一定的變化 我相信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同樣從我對兩岸 包括對它這個論點觀察來說 我覺得應該說還是不夠的 也就是包括維持什麼樣的現狀 包括怎麼來維持這樣的現狀 我覺得給人感覺還是模糊 我的第三點觀察 就是共同政黨交流 是引領兩岸關係 部落和平發展軌道的核心理念 公共從2005年4月份開始 建立的這樣一個交流 這個一個公共關係 當然不是兩岸關係的權利 甚至我相信公共雙方 從來沒有把它這兩岸關係 看作是兩岸關係的權利 但是毫無疑問 就是公共關係是兩岸關係中的 核心層面的內容 甚至是重要層面內容 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因為公共兩岸是台海兩岸的自政黨 那麼自政黨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政策 當然是有利於兩岸關係 也成為了兩岸關係發展 這種交流和合作的重要內容 另外尤其在民進黨 自我缺失兩岸交流 甚至我認為它是自我邊緣化 有兩岸關係的情況下 這個公共關係 確實在主導和引領兩岸關係前行 這也是去年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實 共共關係已經成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中的主導行為 這也是個客觀神正 甚至我預期在民共關係無法正式建立的情況下 共共關係未來還會發揮到獨特的這樣一個作用 這是可以預期的 那麼我的第四點觀察 就是七年來兩岸協商中的指揭不正 我覺得是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一個最大的作用 兩岸間沒有就雙方之間長期存在的這個政治分歧進行去處理 應該是 甚至我認為是這七年來兩岸關係發展中的一個敗點 也是個遺憾 尤其是在兩岸經濟社會關係間有所推進的情況下 政治分歧的處理沒有及時跟進 制約和影響了兩岸經濟社會包括民間關係的演技 因為經濟和政治事實上是難以完全取得的 經濟發展會影響政治 但是政治因素也在不斷地制約經濟關係包括社會關係 那我的第五點觀察 就是台灣的估計參與 參與估計組織的相關活動 是和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是相互相成的 七年來總體上是相互攝影的 以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到了什麼程度 大概台灣的估計參與就能解決和出現到什麼程度 而之所以有一些台灣民眾認為 聯安在社會活動上還存在著一種不適應 甚至是某種磨創 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原因 恐怕還是跟聯安關係處於和平發展 目前這樣一個階段是有關係 我把它定位為好像還是處於一種初級階段 也就是因為聯安之間的協商還是止經不正 而台灣的估計參與恐怕不是經濟的一體 是涉及到高度敏感的一些政治問題 因為沒有政治協商 當然也就難以去跟聯盟進展 滿意的這樣一個進展 那我的第六點觀察 就是台灣社會現在講得比較多的這個貧富差距 出現的貧富差距 這當然是陳秋勳的現象 但是它的根源不是因為聯安的經濟合作 因為有來聯安經濟合作 而台灣社會產生了貧富差距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找對了這個病毒 聯安經濟關係的發展是拉動台灣經濟的成長 但是恐怕很難讓它去解決台灣社會的分配公平與否 分配能不能公平是台灣內部需要解決的問題 不應該是聯安之間的經濟合作能夠去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聯安經濟合作是按照市場規律來辦的 那市場經濟規律決定了 誰參與誰恐怕就能分享 誰參與得多誰就分享得到 你如果說尤其是台灣所謂三中疫情、六四階層 你沒有參與到裡面請你這麼分享 我覺得是很難 又不是靠大陸政府來派遣 我們每人發多少消費券給你 你就可以來分享 這是很難的事情 那我就第七點觀察 聯安關係和平發展是讓聯安民眾分享到了和平洪洪 我非常堅持這個觀點 七年來聯安關係走上和平發展的道路 扭轉了零五年前聯安關係的緊張和僵持 報告特別是聯安直行山空 報告洛克台灣有 事實上是讓台灣民眾分享到了聯安的紅利 當然也存在分享的多還是分享的少的問題 而分享的多和分享的少 我覺得是跟這個你參與的多 你投入的多少是成正理關係 特別是我們講和平洪利 這裏邊既有經濟的利益 也有安全的利益和政治的利益 蘇琪董事長稱之為政治紅利 也就是正如蘇琪董事長所講 除了少數人享受的經濟紅利以外 還可以讓更多的人享受 已經享受了安全的紅利和重大的不及紅利 我覺得這個論點是非常贊成的 包括有一個人提出說 洛克團隊有大陸啊 香港啊 說有些企業壟斷的時候 台灣的人沒有享受到 我覺得這個判斷恐怕不符合設計 那就算是你這個論點是符合設計的 那麼洛克有這麼多個人友人 甚至像我們交流 我一年也要來三五次的交流 我很多次交流 我也是都是打車的 那打車的我相信我是隨機的 我相信台灣的都是隨機 我相信以後他才覺得我有 是很真正的 第八點也就是我最後一點觀察 兩岸關係中是不是存在所謂的機制裡 我個人有不同的開放 我覺得很多台商從兩岸關係的發展中 是得到了利益 因為他們趕上了大陸三十年代改革開放 他們穿越了大陸的改革開放 同時也分享了改革開放三十年發展的程度 因為首先是他們投入了 如果台商不到大陸去 他會享受到滿不可 我覺得其實是他們抓入了幾個 他們也很辛苦 在大陸做到的很多台商 顧其他並不是大財台 就像有些人說 現在在大陸的很多台商 世界做得很大財 在台灣恐怕很多是明目見金賺 甚至很多都是中銷企 甚至現在在大陸的很多台資企業 還是中銷企業為多 並不是所謂大財大陸 尤其是我要強調的 包括中國大陸現在推動 可以帶入這樣一個宏道的慰望 我是建議台灣的朋友要高得重視 大陸推動的帶入了這個東西 不僅僅是什麼中國大陸外交上的一個東西 不僅僅是外交上的一個大事 它是外來大陸發展的 甚至乃至於帶動周邊發展的一個高速公司 而且不是一條 如果說70年代後大陸的改革開放 就定了過去30年大陸的經濟 包括社會的進步 那麼我相信這個一帶入 可能是就定未來中國大陸 50年 20年 甚至有的時候30年 這樣一個大的一個方圍 大的一個宏大的威嚇 那在這個裡面 坦率地講 你台灣是不是應該找準自己的定位 明確自己的角色 抓住這樣的機會你進去了 那你可能就能做到 坦率地講 你還是局限於好像我是我你是你 那坦率地講 那你最終 你這一帶入路裡面 恐怕還是沒有你的角色 也就沒有你的能力 所以我總的這個看法 你要穿越到兩岸關係來 分享 首先穿越這能力 才能分享和雲發展的紅綠 就穿越一次 能夠分享這個先決條例 沒有穿越你如何來分享 天上是不會掉性能力 我一直認為 鮮兵就算有塊鮮兵掉下來 不一定掉在我頭上 可能站在人家的頭上 所以我是 甚至包括以前 我們從這兩岸交流那麼多年 我們以前建議台灣的很多學者朋友 到上海來買房子 有些朋友是聽進去的 買了我相信靠賺了 但是我相信有些朋友 到現在還在後悔 當時就回到上海去買房子 事實上 當時你拿出這店前來買 到上海去買幾套房子 你是買不起的 當然現在的房價可能沒太白了 所以 如果是買了就對了 絕對不是對的 以上是 八點是我個人 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一個觀察 不見得對 陳述個人觀察 請大家批評 謝謝大家 我們謝謝安明兄的看法 非常直爽 真誠 你如果八年前來台灣買房子也亂見 現在輸入區 我們運元休 把您的看法怎麼影響 謝謝 真的很高興能夠在這個胡市長 胡副董事長 這個 這個主持下 來參加這個會談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樣的一個論壇 所以 抱著一個學習的一個心情 那剛剛我要 我要起頭的一句話 叫給這個主任用去 就是 顏教授所講的這個買房子的事情 如果一樣的時間 剛才是說 在台灣買房子 那我們更加具體 到台中的七期去買房子 那 這是你的政績 現在不一定換了 我知道 就是那那麼久 但是另外一點 如果15年前就到台北人買房子 那更不得了 那賺的更不得了 所以這經濟的問題就是千變萬化 因為我抱抱這種學習的態度 我只是來講一些心得 一些心得 尤其昨天 這兩天這個下章會在金門 我個人是當兵 在座還有一些年紀大一點 像初期、胡志強這種 年紀大一點 當兵的時候還會到金門去當兵的 我是全勤都在金門當兵 而且是有功官兵 所以在那個時候是還有炮戰 還有炮擊也不算靠戰 因為這是我曾經寫一篇文章 說是人類歷史上 你從春秋戰國還是更少 希臘的這個陳巴之戰一直到 春秋戰國一直到 這一現代的戰爭 最荒謬的一場戰爭 就是金門炮擊的炮戰 還是說早期的這樣一個內戰 因為打到一定程度之後 大家不願意 像那樣外國人決鬥 然後講好開始講好結束 都有一定的規則 打不想結束 又沒有面子說結束 所以之後慢慢的減量 雙方的經濟又都不好 經濟又不好 所以就講到最後就是大家越好 都有默契啊 單打雙不打 而且七點準時打 然後七點半準時結束 都有默契掌聲鼓勵一下 這是和平的開始 這是戰爭要結束 但是和平的一個開始 如果沒有那個默契 你可能這樣嗎 你可能這樣嗎 所以對我們那個時代 還在那個地方當兵 在不可能不去思考 台灣海峽的事情要怎麼做 台灣海峽是怎麼做 對兩邊的人民最好 你看這個西太平洋 台灣海峽是西太平洋的核心啊 那西太平洋這中間的 大概包括現在南海 剛剛主持人講的 包括南海 大概就是未來這個世界的一個焦點 我想這些問題啊 必須要值得我們關注 那回到說兩岸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很多的主張 分別大家都去再思考 怎麼樣去提出各式的方案 各式的方案 從包括你總統時代的 所謂的那個國統會的安排 國統綱領的提出 一直到修憲 講到修憲 我可能要給董事長報告一下 現在立法院國市財政委員會 還有修憲委員會 早上是請假的兩個委員會 所以等一下可以的話 45分40分我先告辭一下 回去 所以這樣的一個事情 一直延續到這邊來 早期啊 這個從炮戰來到 部長當部長的時候 我們還蠻緊張 我在外交委員會 這個所謂的國際關係 台灣的國際的空間的 合理合情的安排 這些部分 都是造成兩邊緊張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相對比較 比較緩和的部分 那我們講到 不管是比幾點 將幾點 補幾點 連幾點 不容易幾 我個人和包括孫主任這樣的 我們大陸的高層朋友 還是學姐 還是我在美國的時候 大家也經常和大陸的留學生 也進大學 同級大學 很多都是非常優秀的 那應該是很久以前 將近三十年前 將近三十年前 大概第一代的留學生 第一代 大概就是剛剛開始開放 所以大家經常在討論這些事情 那 最重要最重要 我認為 是同理心 同理心 我這裡寫同理心 信心和耐心 很早就寫完 那個同工兄在講話結束的時候說 大陸方面 還是習主席方面 共產黨方面的朋友 這個信心和耐心 能夠持續多久 這樣的話 我都覺得 造成今天說 為什麼兩岸 這麼久以來 炮戰完全結束了 然後兩邊交流那麼多 十百萬人的交流 各方面的交流 商務 政界 文化 學術 旅遊 尤其是旅遊 為什麼說 剛剛主持人 還有那個龍鳳兄都講 台灣的民心 台灣的民意 會 主張獨立的 主張維持現狀 廣益的 反會越高 為什麼這一點是 值得我們思考 老美 你們現在都是外人 我們要講同樣的語言 為什麼說 容易溝通 一定程度的 DNA的連結 但是為什麼 覺得這麼遠 為什麼 美國的大黃蜂 破降的時候 台灣的股市會恐慌 今天大陸的飛機 如果破降的時候 你說恐慌不恐慌 我說今天事情 沒有那麼複雜 和平當然是大家期待 合作 我剛剛說謝謝 我回去跟蔡英文主席報告一下 他今天進行辦公室成立 你剛剛特別認同他的主張 你說要和中 他講說和 和 和而不同 和中就要同 和中 開玩笑的話 這兩個一個在和平的狀態下 這麼多的交流 我們會產生 我們大陸方面的朋友 比較急迫的 急切的感覺 就是說 為什麼方向 越交流 吸引 那台灣偏偏又是一個民主的社會 太陽花絕對不是民進黨發起的 還民進黨不敢略 也沒有那個功力 太陽花那一種50萬人 在不到一個禮拜一年時間 號召50萬人 坐在那個地上 從總統府坐著 沿著中山人路坐到這個立法院 然後到晚上喊結束就結束 而且一片垃圾不停 高度的自治自律的 一個民眾的抗爭 這和以前的抗爭不一樣 所以他們有這樣 後來的所謂的三中一千是這樣的 雖然很早就喊出 三中 中下階層 中南部 中下中水企業 但是 我們不得不佩服共產黨 他注意到這樣的一個事情 但希望追到這件事情之後 那麼多的政策 那麼多方案 我認為 最沒有那麼困難 就是剛剛許信良主席所講的 民暴物語 或者是 人類一直追求的和平 還說這樣的一個同理心 如果同理心 都替對方設想的話 其實那樣距離會越來越近 那會自然的發展 很多的事情 不需要強迫強制 那台灣這個社會 然後 用一句台語來講 吃人一口 養人一道 吃人一口 養人一道 吃人一口 還人一斗 我想孫主任可能在台灣經常來 了解這個 這樣一個事情 如果說 大陸方面的朋友 所有的政策 不管是國際空間 不管是兩岸的交流 不管說 讓利洪利 我相信台灣的朋友 還是台灣人 蠻能夠吃苦的 台灣人一句話 吃苦我們吃苦 吃苦就是吃苦 他不怕生活困難 他要尊嚴 他要尊重 他要尊嚴 要尊重 那每一次 我們覺得很多的政策 都弄進來了 為什麼你們還這樣 離我們這麼遠 因為商務上是當成外人 這沒有關係 大家自然競爭 因為大陸也需要很多方面的處理 這所謂的 這個破貌 服貌的 這樣的一個 所謂的優先事項 這些實話 你們也有你們的業者 你們也有你們的需要照顧的地方 所以這都不可能 一處而及的 但是台灣的商人 台灣的商人 台灣的商人 也不會怪 那所謂的事情 都必須要慢慢來 從炮戰 到準時開始 準時結束 一直到今天 這個世界是變動的 這個像今天題目 但變動中 唯一不變的 就是脫離心 替對方設想 有沒有辦法 連前蘇聯都已經垮台的蘇聯 當時在聯合國 都有三個席位 這外交部長被感受最深了 這些事情可以談的 我們難道都沒有創意嗎 連那個老蔣和老毛 兩位老先生 都能夠把戰爭弄到 然後準時開始 準時結束 讓大家有時間去躲到 這個這個 標榜裡面 多麼大的創意 然後大家又不捨面子 雖然我們覺得很好笑 像 主持人所講的 現在什麼東西發生問題 都髒 我們的小孩 他們的創意無限 我們應該要有創意 我們應該要有創意 所謂合作的事情 部分在十分鐘裡面講 我老是覺得 那民進黨 絕對 一直講 強調民主 注重民意 民進黨沒有 沒有拒絕台灣民眾的選擇 2300萬怎麼決定 民進黨一定是 以民意為依歸 作為一個民主 進步的政黨 這是他核心價值 他不可能違反這個民意 好 所以我想 再度感謝蘇董事長 主辦這樣的事情 好 我今天抱著學習的態度 來這邊和大家來探討 再度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非常謝謝 他除了替民進黨做宣傳以外 而且 而且 還真的講三個很重要的 同理心 同理心 我剛講的不下十次 沒有同理心 不會單打雙子 連軍用炮彈都只打半個小時 而且你看 這個 共產黨也很有遠見 打過來的炮彈都將來某一個沙灘 到這裡都不要去那個地方 我們打過去也都是沒有人的地方 那時候他也不知道 李英明後來會變成民進黨 所以他的炮彈也不會對於他打 留下後患 現在 正是好 同理心好現象 對不對 現在我們請王波順英弟兄 感謝大家 前面幾位發言人都談到 我們戀愛目前確實處於一種 這麼一個 轉折的一個黨口 為了戀愛關係 我們找到大家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時刻 我想我們對聯安關係 三十多年以來發展 我們能看到哪些對我們未來的 聯安關係的推動 有一些積極性的一面 從此我們也就當 從這當中 我們反思我們的一些做法 更好的對聯安關係的發展 那從這樣的一個角度出發呀 我把1987年到現在 三十多年以來 近三十年吧 聯安關係呢 化開為這麼幾個階段 第一個呢 是1987年到1995年 這個是聯安關係 聯安互動交流開啟時期 第二個階段 在1995年到2008年 聯安互動交流受破時期 第三個階段呢 也是2008年以來 這個呢 還是聯安交流互動 大發展的一個時期 那我們說在這近三十年的 互動當中 雙方既有鬥爭 也有合作 既有交流 也有競爭 既有進步 也有退步 但從我們起来看 合作 交流 進步 是駐留 我想這一點呢 應當是為聯安的民眾 和國際社會 所永不共同 那從這樣的一個歷程當中 我想 下面幾個問題 需要我們一起 進一步的關注 第一個呢 第一個呢 就是一個中國 是聯安關係 發展的主軸和主線 如果我們 這個 回顧這三十年以來的發展的話 那我們說 我們可以就是這樣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聯安關係當中啊 有很多很多的分歧和矛盾 但最根本的分歧和矛盾 就是一個中國 在這個一個中國問題上的分歧和矛盾 其他的這些分歧啊 都是基於這樣的一個分歧 而衍生或派出出來的一些 次要的一些矛盾 因此啊 我們對一個中國這樣的一個認識呢 我們說 把它作為一個核心的 一個主軸性的這樣的一個定位 平常是 不是來誇大其詞的 我們說 從大陸的方面來看 自從 不僅這三十年 而且從1949年以來 這65年以來 我們對一個中國的堅持來看的話 儘管我們在策略上 對一個中國的表述 有一些變化 一開始主要是對美國人 要分裂中國 後來我們在 你比如說兩岸不動以來 我們也對一個中國作為一些調整 你比如說 有一種表述的舊三句 一種表述的新三句 也有一種表述的兩岸版 也有一種表述的國際版 這僅僅是一些策略方面的一些調整 但在戰略方面來講 我們對一個中國的堅持 是沒有任何的一個變化 在這一點呢 我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 把九二共識這樣的一個概念 成為一個中國的另外一種表述 也可以說是一個期待期待的華語 因為台灣的朋友 他不喜歡這樣的一個中國 才是一個概念 所以這個九二共識呢 我們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作用 那通過九二共識 這二十多年以來 我們也可以得出一個經驗性的總結 那就說 什麼時候兩岸堅持九二共識 兩岸關係的發展就比較平順 什麼時候 九二共識找到質疑和否定 那兩岸關係發展就出現一些動盪和波折 所以剛才九一深見 就談到我們大陸領導人 習近平總書記 在我們今年3月5號的一個講話當中 就談到了這個 來沖繩了九二共識 是未來大陸跟台灣方面 互動交流的這樣的一個政治基礎 剛才談到的 我們反覆強調的一個九二共識 在兩岸當中的一個作用 它比喻為叫幾出不好 地路山搖 可見在我們大陸當中 這個領導人的心目當中 九二共識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同時呢我也注意到 本月18日馬英九在舉行一個查詢的時候 給媒體呢 他講了這個兩岸關係 與九二共識的一個關係的一個問題 他說 聯岸關係與九二共識相合和旺 相離和山 相反和大 我想這個表述 應該給習近平武器的這樣的一個認識 非常接近 也是對聯岸關係發展的一個期待 我想為了聯岸關係能不能平均地發展 取決於對中國一說九二共識 這樣的一個堅持的程度 第二個方面呢 我想在這裡面有一個 一個觀察 就是聯岸雙方的政策 也可以說雙方的聯岸政策 都日趨務實和文件 那我們說從大陸的方面來講 我們說如果你翻閱一下大陸的文獻的話 那我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 我們的民導人的一些簡化 我們的一些官方的一些偵測文件當中 我們也能找出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當時被統一這樣的一個任務 被沒有想像的 像今天看到的這麼大的 一個最典型的呢 就是在1982年 9月1日 這是我們中共第十二次全國特別大會 開幕的這樣的一個日子 在這個大會上面呢 鄧小平當時作為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 做了一個開幕詞 在這個開幕詞當中呢 他就把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主國統一 所以這次列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 按照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的話 我們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 我們也沒統一 在當時我們領導人 基本上是在八十年代就要實現了這樣的一個任務 相對於是像鄭榮表述 在我們的官方文件當中也是有的 這一點呢就是說不要明白 我們剛剛從那種文革年代 進入我們改革開放這樣的一個時期 對於我們兩關係的複雜性和堅決性 沒有一個充分的認識 到現在為止的話我想大門的領導人也意識到 兩岸挺一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它具有長期性 複雜性和堅決性 這個在新進行幾次財法當中 也談到了這一點 我想這一點來講呢 因為理念上在戰略上有這樣的一個判斷 所以在具體的一些對台政策方面 我們來說它就會有所期限 它就會有一個同胖記憶的打斷 那從台灣方面來講呢 我想也可以觀察到這一點 你像這個李登輝天水扁時期 我們說台灣黨局也是對大陸反對台獨的決心 不及不同 就認為在美國的榜度下 有這樣的一個可能 所以我們說不斷地去衝撞 一個如果這樣的一個底線 同屬台獨的一個活命 那經過這麼多年 包括目前島內的政治生態來看的話 我的觀察是 目前台灣分離主義這樣的一個勢力 我們還慢慢地意識到 同時這種分離主義的台獨 是很難很難的 所以在一些兩岸政策的表述方面 也慢慢地也是有所調整 我想這些現象 都是兩岸雙方在根據這個互動當中 結束到的一些對方的信息 而做出的一些日趨穩健 日趨入室的這樣的一些表現 這樣的一些判斷對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我想將來是有利益的 如果脫離實際的一些判斷 而證明出來的一些證詞 可能會會適合兩岸關係的發展 第三個觀察 我想就是說 要鬥和兩商和和兩利 這個問題我想也非常具有意義 那我們要回顧李文輝清水免治期 由於剛才我們談到的 這樣的一個台獨的一個判斷 所以在國際社會開展所謂的公共外交 兩岸在國際社會裡面進行了外交競賽 互相去挖對方的邦交保衛這樣的一個牆角 為此我們說兩岸雙方都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這個顯示一下我們兩岸都有感觸 這個數字我想雙方都是一些保密的東西 也不知道 還能感覺到一定是一個相當的一個數字 那我們如果想起來 中國人的錢被這個國際社會這樣被消耗掉 確實這樣就很空隙的 那馬上台以來呢 我們說對這方面做了一個調整 兩岸就外交球兵 不得去挖挖對方的牆角 才使得兩岸走到今天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這個情況來講 我想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你首先對台灣方面來講的話 就是把節省下來的錢可以更好地應用於我們台灣的經濟建設 你否則的話你還要拿這個錢去買這個邦交國 並且也可能會花錢 維持不了台灣方交國的數目 繼續下滑在那個態勢 而由於外交雄兵 所以我們呢 把節省的錢都用到了這些筆次的經濟建設 另外呢我們說的數目也沒什麼變化 不然少了一個 但是一個的原因也不是由於過大詳解而導致的 那這一方面對台灣來講我想是有意義的 那對大陸來講也是有意義的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當前大陸面臨的複雜的這種國際局勢 特別是周邊局勢 那大陸就說在兩岸關係和平反而來的情況下 它可以把塔的軍力揪起來 應對周邊這些複雜的局勢 如果兩岸關係如果動盪不彎的話 就是分享大陸的經濟 所以跟大陸來講也是有意義的 所以我想通過這樣的一個回顧呀 我想如果雙方鬥爭的話是兩敗沮喪的 如果雙方能夠合作和平發展 因為雙方都是有利的 所以我想將來呀 未來台灣這個政局變化的可能性 我們說目前還不能過早的下一個結論 但是基本的情況 我們可以做一個判斷 如果將來兩岸出現一些動盪的話 再在這一方面 如果互相鬥爭的話 互相對兩岸都是不利的 這樣的一個判斷我想大家應該是不能理解的 最副的一個我想就是叫秋同同意 聚同化意 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兩岸這麼多年以來 我們的一些割合分歧 我們說是短期內無法化給的 所以我們說彼此之間存在的一些分歧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們說 如果我們不能恰當地去面對我們的分歧的話 因為這個分歧而影響我們倆的關係可以發展的話 我們說也是不明智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恢復這些年以來 我們兩岸的修律 我想這是一個叫秋同同意 聚同化意 把我們的爭議擱起來 然後我們能入實地去求共同的發展 我想這一點的話 我們需要將來繼續自己地去推動 就是因為我們的分歧而影響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當然這一個問題不是一方的 是有雙方的一個配合 雙方的一個共同的一個對峙 需要在結合共識的基礎上去推動這樣的一個發展 那基於上面的一個判斷以後 我們也应當看到我們目前的一些問題 這個地方我們想就是說 這些問題會影響到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就是說我們儘管目前兩岸關係 處在一個和平發展這樣的一個階段 但是我們兩岸之間的結構性的矛盾 它僅僅是被擱置而沒有被削減 也沒有被解決這個矛盾 那我們兩岸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是什麼呢 仍然是敵我往 這個判斷我想 對方的各位 我如果懷疑他 我想這個表述應該是沒問題的 我們說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出現了兩岸之間的關係 多了一種朋友關係 但並沒有改變兩岸之間原有的那種敵我關係 最典型的就是 台灣目前最大的摘像地零 就兩岸是我們大陸 牛哥馬來的各種武器 仍然是針對著我們大陸 而不是針對著越南 也不是針對著非裔 我想這一點其實很顯然 但是我們目前很容易地 為目前兩岸關係跟發展這樣的一個形式 免蓋我們原有的結構性的 根本的這種敵我的關係 所以我想怎麼樣將來 你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處理好這種敵我 這種內戰狀態延續沒有結束 和未來兩岸關係跟發展這樣的一個關係 發揮一個平衡 但目前我們這一種內在狀態沒有結束 以及我們又需要推進兩岸關係 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去能夠 投資處理好這樣的一個問題 是一個關鍵 我想問中這一點的話 也不但證明我的一個 就是剛才上面的這個盤子 於是我們就拿這個領域當中 比較複雜的政治 軍事 安全這幾個領域 我們基本上沒什麼 就是在經濟領域裡面 我們就在政治領域裡面的 聯安政治關係定位了一下 大家都知道 要我們目前採用的方式 就是那種 否定式 互不否認之權 否定式 模糊式 各表式 間接式的 定義方式 而沒有直接採用 那種正點式 肯定式 清晰式 共表式的 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屬於我們的結構性矛盾 它在長期的一個範圍裡 還是要承擔的 另外一個觀察 是剛才胡志強副董事長來的 談到的兩點 一個中國的認同在台灣日益被阻擔 一個中國的框架在台灣被解構 這樣的一個趨勢也是一個明顯 我想這個問題會對聯安關係發展 造成一個衝擊 這個衝擊是難免的 但是將來我們怎麼樣 我們要合理的雙方能夠管闊雙方的分歧 即時地能夠把雙方的分歧 保持在一個多的範圍內 不讓它影響我們聯安關係發展 這是我們將來要討論的問題 所以我想呢 我為學界的學者呀 我們聯安將來應該回顧梳理 研究聯安在一個中國問題上的一些表述 研究聯安在哪些方面有交集 哪些方面沒有交集 過去哪些方面有交集 而現在這些交集沒有了 過去哪些方面沒有交集 我們將來可能想辦法去建立 或擴大成為一個交集 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面 來看好基务推動聯安關係發展的失誤 我就講得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我謝謝四位男人所提出來精闢還深入的見解 現在距離結束的時間還有二十二分鐘 我們是不是馬上開放討論 大家可以請教 尤其黎委員他四十五分一定要好 他有別的活動 他要提前五分鐘離席 任何問題 四位都可以開放 有沒有人要問 我可以提幾個參考意見 因為大家一開啟都會客氣一點 有了 差不多 我個人要做 我個人要做 以後賣考吧 誰給他一個賣考嗎 大家要聽到他問我 有沒有賣考 可以嗎 我都給他也可以 到這兒來講 對啊 找前面來對著大家講好了 轉過來對著大家講 剛才這個高孔年先生還有剛才張宏先生都講到一個民調的問題 說是台灣現在維持現狀的民調達到84%甚至於差不多85% 所以認為跟到大陸的距離越來越遠 各位都是介入兩岸研究的也不滿講我從保教運動之後 余智利兩岸和平統一還40年 所以我在這裡我也有一點自己的看法 問題在哪裡呢兩岸現狀是什麼現狀 兩岸現狀是什麼 從1949年到今天兩岸沒有統一當然是兩制 從1949年到今天台灣沒有獨立當然是一國 所以今天的現狀就是一國兩制啊 所以胡錦濤、鄧小平他們所講的一國兩制 在台灣是有最大的支持力啊 不是嗎?這問題只是怎麼樣的 問題只是現在的一國兩制如果根據 江澤民還有鄧小平等的說法 一國兩制還可能有三種形態 一種形態是內戰所造成的一國兩制 第二種形態是統一之前結束敵對狀態的一國兩制 第三種才是鄧小平所講的 統一以後還是實行一國兩制 那在這種情況底下問題在哪裡 那究竟是我們還是要一直維持的 到今天的內戰狀態的一國兩制 所以大家一講到兩岸關係心裡都毛毛的 尤其我們台灣 說不定共甫又打過來了 那是不是我們可以進入和平的一國兩制 可不可以進入統一的一國兩制 那統一的一國兩制 現在根據的胡錦濤胡六點 還有習近平在去那個時候 就我們的時候所講的 未來兩岸的復規統一 不是領土主權的再造 而是結束政治對立 那我們台灣就非政治對立不合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與之旅兩岸和平統一 越來越發覺我越樂觀 但是問題是在於台灣 為什麼不肯結束政治對立 為什麼不肯兩岸和平談判 在這裡當然還有美國的因素 我就不講了 但是我們台灣人 是不是應該要有自己的立場 來突破這個 來使得現在的兩岸關係合法化 當年林陽島的文藏建築就地合法化 那不就得了嗎 那為什麼那麼困難 謝謝大家 謝謝 可以掛了 他不這樣陪我三分鐘叫來 因為我很擔心他 怎麼會另外一個語談人講的 什麼 他一肚子都發想要講 有沒有人想要回應 他也是發表 沒有要你回應 好不好 因為他那裡講了高等 你知道 人家 你沒有叫人家回應 你不要這個樣子 有沒有人要告訴他還有別的問題 請 兩位 最後一位先舉手 第二位是你 好不好 還是要 我們因為拜託 打過來了 打過來了 拜託一次三分鐘 王老實中能夠數兩三分鐘 謝謝主持人 好 看著大家講 好 我站到前面來 對 我叫胡淚中 我是前一點半才從軍中退伍下來 我現在在國防大學還有政大都在教室 今天很高興看到這個安民還有營金 以前都見過面 我的問題 事實上兩岸的關係 就目前整個雙方的互動來講話 事實上是一個很奇特的現象 因為彼此雙方沒有達到一個停火決定 但是雙方的交流非常的頻繁非常的熱絡 這個是所有的國際衝突裡面 少見 那麼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在我們要跨越到兩岸合併統一 這一步之前 是不是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面 就一個可能是一個近中遠程的一個目標 把這個例如說停火協定 設了一個是下一步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那麼兩岸在這上面 到底有哪些的條件 有哪些的因素可以促成 我是認為還是有這個必要要達到這個地步 後面的話才可能可以再往下走 那麼就這個問題就叫大家去 你想要請哪一位打 可以促進一位 你願意的話 不然我就隨便他們打 我請張文工張先生還有安寧來打 你們兩個算了 兩邊各一位 好好好 停火協定 謝謝 謝謝 我非常贊成你這個一個想法 我覺得其實兩岸現在我們說好像都處於和平之中 但是我總體我認為我們目前的和平是沒有網上的 目前的和平是沒有法治做網上的 所以我是比較贊成 有大樂方面曾經提出的 技術對對的狀態 來簽署一個和平協議 如果有這樣一個東西的話 我相信我們很多 感覺到的一個和平 我覺得才是真正有保障 那麼至於要什麼樣的條件 我覺得當然 其實要說條件 可能你會努力很多 甚至有人說這個裡面是不是要解決兩岸自己的定位 你是誰我是誰誰要解決 兩個黨還是兩個政府 也許有人說美國是不是反對 可以舉出 但是要說沒有條件 其實關鍵是兩岸這陣子 這陣子 如果真的是要願意搞這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從明天就可以開始談起來了 那麼當然 我也相信這個和平協議 絕對不是統一性 大陸方面在這一方面 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說要有條件也許有條件 要沒有條件 其實根本 現在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 謝謝 十年前 連胡會談公報裡面提到的是和平協議 那我想和平協議應該比 挺火協議還更廣地比 用大陸例來講的話 正式結束疑對狀態可能範圍又更高 還包括意識形態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往和平的方向對勁 剛才提到停火協議 我覺得還可能相對單純 既然兩岸已經停火 我們用一個協議把停火固定下來 那會有不好嗎 或者不確定認為政治不好 只是現在在台灣對於兩岸的談判協商 似乎有一種文政色變這種心態 我覺得是可以調整的 因為過去這幾年 兩岸關係沒有發展 實際上台灣的國際空間就擴大 這個國際空間確實也是經過協商 只是它不是成為兩岸正式協商的議題 換句話說 涉及到政治的議題 對台灣有利的 為什麼不能採取 我們現在在談經濟的議題 也出現困難 冒協議不就是卡關 換句話說 經濟議題它是有難度 政治議題可能也有意義 那同樣的都是從先意後來 但是說不定台灣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 我覺得這只值得大家思考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公眾 好 下一位 不好 下一位看節目 你還是走到前面來讓大家看一下 我請你介紹一下 下這邊請進 請進 轉過來 不好意思 各位先進好 是國立政治大學民主所的博士生 是陸生 我叫邵賴 然後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陸生到台灣來念書 有相當大的程度是對兩岸關係比較有關係 即使是各個不同的專業的 那麼到這邊 這個作為可能是相對比較年輕的 真的年輕人 然後呢也有一些 這個比較出生流動不怕虎的問題 問諸位 首先先問這個英元 你的立委 就是您因為剛才也提到說 這個考慮到蘇聯模式 就是在聯合國當中的三個席次問題 那麼呢 想請問 如果真要是我們可以考慮 這個是相當於影射 可以給台灣一個席次 也就是一中兩席在聯合國的話 那麼是不是這兩席的投票權 必須都是保持一致的 就是說肯定票都是肯定票 否定票都是否定票 而這樣的話 反而導致台灣可能會有很多的意思 是要被大陸捆綁 當然是要協商 這一點不知道是您這邊是怎麼考慮 第二點呢 就是這個 因為民進黨 是現在至少在標榜說 我是要符合主流民意的 當然大家都要這樣講 那麼大陸的民意是不是民意 那麼另外呢想問這個 我還有一個很關鍵的 兩位大陸的這個學者 就是如果 如果繼續延伸這個問題 如果台灣以加盟共和國的方式 來加入到中國這個 這個準聯邦體制或者怎麼樣 是不是在我們那邊 這個學界也好或是政界也好 是不是可以被討論和這個考慮的呢 謝謝 謝謝這個邵先生 歡迎你到這個台灣來 大家探討 第一個我想是這樣 這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我一直都是 說不定覺得違心 這個同理心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在國際社會上 由於北京的關係好像不存在 這個是造成今天 在你很多的努力之下 每一次就在一次 包括我講最簡單 譬如說這兩篇書起 我們這美女啊 書起在這個 這個坎城的這個營展 書起 你沒有那麼年輕 你沒有那麼漂亮 這個佛小姐 我們很高興他得到最佳大營 就是這個意思 但是呢 你現在有很多議題 你其實說在大陸的省與省之間 意見不一樣 這個國際的議題 包括說這個環保的議題 現在福建的垃圾飄到金門來 這就叫處理 這個如果說環保 從環保的角度 在國際的這樣 即使是國際上 有的地方可能意見不一定一樣 但是牽涉到所謂的和平戰爭的問題 譬如說這個什麼粗 這個粘土的問題 這個大家應該可以 事先一定要先討論 不可能在這方面 有你剛剛擔心的這樣的問題 但是如果能夠讓這個台灣在國際上 能夠表現 這樣的一個 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同理性 其實有很多問題 這兩邊要合的這個問題 包括剛剛許信領主席這樣的 大陸方面這三十年來 從馬列主義進到現在的 所謂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加上市場經濟 那個變化多大 那個變化不比我們兩邊 本來從炮戰變成鐵火 還要大 所以改變是雙方的 調整是雙方的 而且是內在的調整 可能超過兩方的期 都不一定 對兩邊的接近 要兩邊能夠核在一起要接近 可那個因素可能更大 我們互相的探討 互相的探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這個主任 人物以外的探討 民意 所謂民意這部分 民進黨就是民主政黨 那大陸的民意怎麼樣 你的同理心不替大陸考慮 大陸如果像台灣這麼樣的 vibrant democracy 我們大概也很難拒絕 如果這樣的一個狀況下的人 他基本上是和平 我們經常在這邊 我們會說老美老美 你看到市省 這個董允長 對這個Deputy 其實Sepery 前前的講話 這是他們一貫的立場 你們雙方 他們鼓勵你雙方對話交流 鼓勵對話交流 他們沒有辦法阻止 他必須要尊重你台灣的民意 當然 大陸的民意 每一次就是類似這樣 像舒淇 這麼漂亮的一個寶貝 他事實上他是來自台灣 他也沒有講說我主張台灣獨立 他可能會贏黨的錯 對我知道 我意思是說 但是大陸的民意這個部分 就網友的 網友就對舒淇這麼批判 我要請我們大陸的網友 這就是某種民意 你欣賞一下舒淇 他完全 而且就文化藝人來講 那我要講 這雖然是文化藝術電影 他有沒有一些 我們也面對同樣的事情 在SARS的這個抗爭上面 都發生類似的問題 這些都導致兩邊的民心分隔 這些都不困難 這些都很簡單 所以大陸有同理心就會有信心 有信心就會有耐心 好不好 謝謝 好不好可以吧 因為這個大陸也很厲害 你是講同理心是大陸要考慮我們 他說你要考慮我們 我大陸不懂 我已經考慮 你負責答 回應剛才所有的問題 你也不答 剛才他講的富南江湖和國這樣的一個問題 以及後來大陸是不是要研究這個東西 這個問題我感覺 因為太陽涼關係問題 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 目前沒有發展到那一步 所以現在這些朝前的推測 我覺得也是一些空想 所以現在也沒訪問他 我本來也沒研究過這個東西 就這麼個情況 我對你的名字很有意見 我才贏過牛津呢 剛才我答應一位 你跑掉了 來 胡市長 還有四位令人尊重的隱言人 還有在場的協助先進 今天非常感謝蘇教授跟楊教授的邀請 來參與台北論壇這樣的一個會議 那我本人文明教授很精彩 現在服務於佛光大學 公務事務學系 也擔任學務長的工作 那我的問題呢 其實是剛好由了這個 胡市長引發一個問題 就是說 兩岸現在之間呢 台灣看起來有這個 事實獨立 這個越來越強的這樣的一個 潛項 還有一個中國的認同也越來越低 那我們研究兩岸關係最擔心的是 中華民族主義以及台灣主體意識之間的 一個衝撞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的問題呢 其實都跟四位議員都有關 我第一個問題我想請教的是 今天啊 這個台灣的一個獨立的聲浪 我之前聽到前 這堂院長的說法 台灣獨立運動其實很多 中國大陸必須負起一部分的責任 我們從1990年代來看 台沙灘斷交 海韓斷交 台北斷交 都是獨立聲量最高 以及台灣民眾對大陸獨立 這個敵意識最高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我們也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 真的是分類國家這樣的一個模式 適不適合在兩岸關係來運用 如果說是像以這個 南北韓跟東西等的問題來看的話 雙方互相能夠支持 協助在國際關係發展活動空間 甚至在東西等之間 甚至過去的兩個基礎條例以後呢 互相在新聞啊 旅行的自由 以及互派間諜 現在我們這個陸生跟我們這邊 常常有這種令人很爽動的 非常shock的 如果說以這種分類國家的一個模式 來架構兩岸關係合不合適 我記得我一直長期關注民調兩岸政策 我一直關注像以前之前陳水扁總統 這個所提出的兩宗基礎條約 第二架構 從兩德基礎條約架構兩宗基礎條約 預設國家同一性 但是我們沒有想像今天陳同肯 變成是一個一邊一國論的代表 這個是歷史的火藍還是歷史的必然 我自己也很納悶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 民進黨的兩岸政策的部分 有沒有過去呢 因為我發現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曾經提出兩岸政治統合新框架 未來一個中國問題 一中議題化的問題 把一個未來中國不是不可能的 也是一種選項 但是我們現在觀察民進黨的兩岸的論述 沒有那麼的開放 沒有那麼的寬鬆 所以其實我個人的高度其他民進黨 一個創造一個兩岸政治統合的一個框 新的框架 讓大陸不要覺得統一是無望的 那第二個問題就要請教我們在座的 兩位大陸的學者 就是分類國家的模式在大陸不能討論嗎 分類國家的模式對兩岸的關係 如果是兩中之間 可以管未來一個中國 這樣一個國家獨立任期 而尊重目前現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中華民國 而在國際上互相提起 這樣是會不會有助於創造一個更和諧的關係 這是我兩個問題 謝謝 謝謝剛才講發的是 國方大學的學務長劉金才教授 那他現在第一個問題是要請民進黨的委員李遠 謝謝劉教授 謝謝主持人 我想民進黨最高剛剛我也提到 就是有民主的一個價值 民主的尊重民主的決定 所以2300萬的決定 民進黨一定會尊重 所以就這個部分 民進黨以前蠻開放的 包括你所講出來 執政的時間是最能夠主導國家的政策 都提出曾經提出那麼開放性的 所以民進黨並沒有排除 獨立統一維持現狀 任何的一個可能性 我想這個應該整個黨 我們的先進 洪其昌常委 中常委 他長期 他應該可以來更加的清楚 所以就這一點 那我們現在沒有執政 那現在蔡英文主席也提出了 蠻正面 剛剛 徐主席講的 這個 下商會 這是某種程度的政府對政府之間 的一個開始 這已經走30年 才能抬到這步 從白手套 更早就不用講了 都是還是秘密外交 然後走到白手套 走到這個能夠下商會 這個是 那蔡主席說他 尊重還是說維護這樣的一個人 兩岸的現狀 和平穩定發展現狀 我想這些都是 代表他不排除 這個民主的決定 謝謝 謝謝 林議長 剛才這個 警察兄講的 分裂國家模式 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 分裂國家模式 這邊很有特定的含義 就是的是 兩個德國 兩個韓國 這樣的一個模式 我們也注意到 就在很多台灣學的德文書 包括海外學 國外學的德文書當中 也把中國 大陸和台灣這個分裂 拿到這裡面來 但是大陸方面 只不認可這樣的一個 流文書 因為我們感覺到呢 兩岸的這種分裂狀況 跟兩個德國 兩個韓國 它是不一樣的 最典型的 兩個德國 兩個韓國 它是兩個國際法國體 大陸和台灣的一個公司 在聯合國裡 只有一個席位 這是一個 對大陸的 其他的原因 我覺得能列出十幾個案 這個地方 我就不去一一列舉 我們說 從大陸的角度來講的話 如果 要是說 能夠採用兩德模式 這樣的一個 一個礦架來處理聯合關係的話 那就意味了 等於是 從一個中國 首先到了兩個中國 然後 兩個中國 再往前 可以 對大陸來講 這等於是個倒退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對大陸來講 這可能還不是一個簡單的 一個理論 一個分解的問題 可能涉及到一個 真正對聯合關係的一個 一個定位問題 所以大陸這些年級來 一直也就不出類 不接受 分裂國家模式這樣的一個定位 也不同意 按照分裂國家模式 來處理聯合關係 這是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來講的話 儘管我們要不主張 聯合關係呢 是分裂模式 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也不妨可以借解 分裂國家的一些互動的經驗 來處理這個關係 現在我們過的就是這個樣子 當年德國 西德面對東德的分裂主義 西德分出了大量的一些經濟援助 等等的一些關懷 是拖著這個東德的這樣一個 這個疑心的這樣一個影響 那大的方面 實際上我感覺很像 這樣的大陸 那這些方面 我想這個 已經攤了很多做法 我們可以借解 這些套路上的一個模式的話 不得適合我們 兩岸這樣的一個情況 我不知道這個回答 是不是你滿意 謝謝 這個我們大會的時間到11點50要結束 後面的行程都很緊 然後我也 我是不知道還要不請三位發言 除非你們盧耿代佛分享不可 我當然要尊重各位 不過我有幾個意見 我覺得今天討論了 剛才這個李玉元兄提的同理心 他一提 我就在想 大陸方面一定會想說 老師要我們給你同理心 你有沒有給我們一點同理心 果然那個同學就問出來這句話了 這也是該問的問題 然後 但是我有兩個小意見 我提供給安倫兄和英俊兄參考 在你的書面資料上 第八頁 安倫兄提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台灣社會主持動力存在主持 好像台灣人不是很希望和平推動的那樣 我想你一定不是那個意思 所以希望有機會可以說明 然後我也看到這個 英俊兄的文章裡面 在第十頁提到兩岸關係的主導權 日益傾向大陸 這是無容否認的事實 我覺得兩岸的關係呀 無所謂主導權 主導權越清顯 對我們關係的發展越不利 這是我的想法 我們要想辦法改正它 這是我的毛病 那我自己也是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定要講話 對於農工兄講的信心和耐心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我憑什麼要求人家有信心和耐心 像這個會就是希望增加 那大陸對於統一問題上的信心和耐心 但是我們一定要做一些具體的事情 維持兩岸的和平 爭議兩岸的了解 讓大陸對於整個問題 有個抗議角度的思考 我想就是我們大家共同的目的 那今天早上就在這裡結束 非常謝謝諸董事長和孫主任 親自立靈 許怡主席又趕回來了 可惜時間到了 不然他一定可以發言 謝謝各位 各位貴賓現在是中午休息用餐時間 我們在外面準備了便當 請各位可以在他的便當中 在限定用餐 我們預計